我們在五月發了問卷去問了國中生 那簡單來講 國中生就是幫營養午餐打了51分這樣子 及格是60分這樣 營養午餐竟然不受歡迎 而且全台22縣市規範都不同 抽查校園食材登陸平台更發現 不少學校提供NG食材 大概有兩成的學校 大概一週都有提供兩次的雜物 跟四成的學校都提供了兩次的半成品 那這個就是非常 其實違反了國建署自己訂的 學校午餐食品的內容跟營養基準 偏偏不健康食物 對孩子的吸引力相當高 勢必會排擠選擇健康食物的機會 衍生健康危機 我們男生的高血壓比例 國中跟高中 包括高血壓前期加高血壓 加起來超過30% 小孩就高血壓 高血脂問題也非常多 這個都是非常嚴重危害我們台灣孩子的健康 營養師工會還發現 各學校午餐經費分配不均 而且多數學校大多由非營養專業的校戶 甚至一班教師擔任午餐秘書 顯然缺乏把關 沒有營養師學要進八成 所以另外這八成的小孩怎麼樣辦 比方說新北 5700位學生才一個營養師 那很慘 比起韓國是十分之一 台灣營養午餐普及率高達九成九 但存在不營養 不透明及不安心等隱憂 而福聯盟和營養師代表建議 參考日本和韓國做法 政府訂定營養午餐專法 才能讓學童吃到真正的營養 大愛新聞 梁家民 李明華 台北報導